派出米寶來佔領板塊吧 今天要介紹的是卡卡宋 本遊戲由台中的瓦屋桌遊提供 在遊戲中每個人會有七字米寶 可以判決他們佔領不同的建築物來換取分數 是一款超級經典的板塊邊放遊戲 適合2到5位8歲以上的玩家遊玩 餘時間大約35分鐘 深色牌背的起始板塊面朝上放在桌面中央 其他淺色牌背的板塊面朝下 疊在所有玩家方便取入的位置作為板塊堆 計分板放在一旁 接著每個人選擇一種顏色 拿取該顏色的8隻米寶 並將其中一隻放在計分板上 其他7隻放在自己面前作為手下 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由起始玩家開始輪流進行回合 輪到的玩家依序進行擺放板塊 派遣手下以及計分三個動作 1.擺放板塊 抽取一片板塊擺放在場上 地圖相接 但是圖案必須相互符合 道路接道路 草地接草地 城堡接城堡 1.派遣手下 選擇是否要派遣手下 到剛剛擺放的那片板塊上 放在不同的位置代表不同的職業 在道路上的是強盜 在城堡上的是騎士 在修道院的則是僧侶 躺在草地上的是農夫 但是如果連接的道路 城堡或是草地已經被佔領了 就不能派遣手下上去了 3.計分 檢查是否有完成的道路 城堡或是修道院 如果有的話 不論是不是自己佔領的 都馬上計分 移動計分板上的名堡 接著派遣該手下的玩家 就可以將那個手下收回來 在計分的時候 如果不只一位玩家佔領那個位置 則比較手下的數量 如果數量相同 則一起獲得分數 每種建築的完成方式 與計分方式都不同 所以讓我們來看看怎麼計分吧 道路 完成一條有頭有位的道路 每經過一個板塊就1分 舉例來說 這條道路經過了三個板塊 就計3分 在遊戲結束時 如果有未完成的道路 每經過一個板塊1分 城堡 完整圍起來的城堡 每經過一個板塊就計2分 每一個盾牌再加2分 舉例來說 這個城堡經過了三個板塊 再加上一個盾牌 所以共計8分 在遊戲結束時 如果有未完成的城堡 每經過一個板塊1分 每一個盾牌再加1分 修道院 四周都被包圍的修道院 就可以得到9分 遊戲結束時 如果有未完成的修道院 以修道院為中心的九宮格中 每一個板塊1分 草地 在遊戲結束時才會計分 草地所相鄰的 每一個完成的城堡得3分 舉例來說 紅色、藍色 所佔領的草地 因為有相鄰的一個完成的城堡 所以紅色、藍色各得3分 而黃色的草地因為沒有相鄰任何完成的城堡 所以沒有分數 但是如果多了這塊板塊 因為紅色、藍色、黃色 共同佔領同一塊草地 該草地有相鄰的一個完成的城堡 所以紅色、藍色以及黃色都得3分 當最後一塊板塊擺放完成後 遊戲結束 計算草地的得分 以及未完成建築的得分 分數最高的獲勝 你有玩過卡卡送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你對這個遊戲的看法吧!